从2020年的5月到今天 我已经裸辞有100天了 今天坐在这里就想和大家去聊一下 我最近的一些思考 目前面对的一些困难 以及下一步的计划规划 这里是这个视频中间的一些主要的时间节点 方便大家去二次的查看和翻阅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裸辞系列30天60天的视频的话 我都建议大家可以在我的频道中先去看一下 了解我辞职的一些背景和原因 正如之前第一个视频中提到的 辞职是因为个人的发展和公司所处的状态 并不是非常的匹配 同时我想利用辞职这段时间呢 去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体 并去重新思考一下 规划一下自己未来的工作和生活 想象中辞职后的生活是令人羡慕的 你可以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或者就干脆什么都不做 晚上熬夜到几点也都无所谓 但在我看来呢 这样子的生活就等于慢性自杀 有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就是我们重新获得了对于生活和时间的安排权 控制权 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你需要更加的自律 更加的付出 去将每一个思考转化为实践和行动 不断调整我们前进的方向 我其实一直认为自己是比较自律的人 但在离职之后的这段时间呢 我其实也没有能做好每一件我事先规划好的事情 因为离开公司就没有了公司这种硬性的压力 我们自身很难每天都逼出自己最大的工作效率和能力 但还好通过一些方式和调整 渐渐已经回到理想状态了 例如每天早上要七点之前起床打卡 如果没有起床的话 就要在多个微信群中发一百元的红包 起床之后七点到八点 是我和林林老师一起去训练瑜伽锻炼的时间 八点半会准时开启我们的视频自习室 下午会提前付费和预约一些游泳和拳击的时间 总的来说就是要在自己每天的每一个时间段 去创造这种紧迫感 当你有这种正向的压力之后 我们才会在固定的时间中完成更多的工作量 但同样我也发现了一个人工作的短板和局限性 在公司的时候 我们通常有各种各样的资源 团队和部门协作 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去验证一个想法 并且影响到大范围的用户 但如果自己一个人去思考实践反馈迭代 这个周期往往会花费很长的时间 并且我们所能得到的反馈数据量也非常的少 我当然也希望去搭建属于自己的团队 但在现在非常初期的一个阶段 我还是觉得应该放慢脚步去慢慢沉淀有机的成长 我的这个频道呢 最开始去尝试30天挑战系列的视频 它的初衷其实就是想用视频的方式 记录并逼迫自己每个月都去尝试一些新的事情 去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 如果这个经历还可以分享给别人 帮助到更多人的话 那再好不过了 此时之后呢 我对于视频和自媒体这件事情 态度也有一些转变 从之前的兴趣爱好 转为了以一个更加职业专业的心态 去对待自己的视频作品 而不是说我这周开心了 我就想分享给大家一些事情 不开心了就搁大家一周 这个态度的转变看起来是非常美好 非常积极的 但是它也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了 我对于视频内容的理解和创作 当你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的时候 你当然希望看到更多的回报 也就是浏览量 关注量 点赞 转发 收藏的数据等等 但看起来这似乎并不是目前自媒体的游戏规则 那些大流量的账号 即便发一些低质量的视频 或者说做一些广告和推广 它的浏览量依旧能达高上百万 而你的努力和高质量 并不会被更多的人所发现 这时内心没有得到平衡的我们 非常容易去忘记自己做视频的初衷 转而去寻找一些高浏览量 高转化率的方式 那这里面就不会包括我们性格的改变 视频风格的改变 做一些标题党 包括更加吸引人眼球 但对个人提高个人成长意义较低的这些事情 大部分的人肯定会说 这是一个职业的自媒体人 他在努力去讨好自己的粉丝和观众 以获得频道的成长 但我其实并不这么认为 虽然说这类社交媒体平台拥有一些人工筛选 人工推荐的机制 但大部分的内容还是由机器算法去选择的 去将机器认为高质量的内容放在我们的首页上 所以每当你发现一个up主非常火的时候 在这个平台上同时会出现非常多的人 去模仿他的视频节奏、标题、内容、风格 包括背景音乐等等的元素 为了只是获得机器的那一次喜欢和推荐 而市面上非常多的一些月涨分百万的自媒体课程 说到底他其实就是教你去理解机器的一个偏好和口味 并给他投食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得到结论就是高浏览量的内容 并不等于用户真正想要看到的内容 虽然我们的机器算法是在不断的学习和进步的 但我认为它永远是落后于我们用户内心真正的需求的 并且很难去精准的预测到我们未来的用户需求 那么作为一名自媒体人 盲目的去追求高流量 他其实并不是在讨好我们的粉丝和观众 而是沦为了为机器创造内容的机器人 做内容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马拉松 赢在最后的人都是坚持到了最后的人 而想要坚持到最后呢 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选择去做那些 对我们自己有价值有意义有个性的事情 我把这些话分享给大家 不仅是为了提醒所有的内容创作者 也是在不断的提醒自己 此时后悔吗 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想问我的问题 简单回答完全不后悔 因为这段时间呢 也是在我过去的这二十几年的岁月中 非常有收获和成长的一段时光 但如果你问我对于未来担忧吗 害怕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这段时间呢 去尝试重新理解我们的生活 我发现它是中心稳定 边缘刺激的 什么意思呢 它可以用大陆和小岛的比喻来描述 大陆代表的是传统 我们通过考试去上学 通过面试去工作 通过考核去升职加薪 这条路很安全 只要你勤奋努力付出 都会得到应有的报酬 title和社会地位 但即便对一个一线城市 一线公司里的打工仔来说 想要通过这种勤劳付出的刻苦的方式 最终买下这片新大陆 它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而且如果你所做的事情 并不是你所认同的 即便你拿到了应有的报酬 这条路也会走得非常痛苦 因为它会逐渐麻痹和吞噬你的上进心和希望 渐渐变得懒得去独立思考 懒得去追求自己对于生活的热爱 而小岛则代表的是探险和挑战 你不顾大部分人的反对 独自登上一个小岛 需要去学会这个小岛上所有生存的技能 保护自己 然后不断的去邀请更多的人加入你的小岛 一起去创造一个新的大陆 那么前期你们可能都是被社会所唾弃 或者定义为失败者 但是你们拥有能够一鸣金人 创造出自己新世界的机会 高回报一定对应的是高风险和绝大部分人的反对 我建议大家初期都可以在大陆上去不断的积累 沉淀 学习前人犯过的一些错误 做好准备 这些积累和沉淀 或者说我们自身的资本 也是我在辞职之后意识到自己的一个短板 所以很有可能我随后马上就要回归大陆 去重新学习和深造了 但是我们永远永远不要放弃去反对大众认知 前往小岛 开启一片新真诚的机会和可能性 辞职后大家最想知道的应该就是经济收入的情况了 那这点呢因为在辞职前有了非常详细的计划规划 在辞职之后呢 自己的支出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主要就是收入情况 目前收入的来源呢主要分为我的付费课程 精英的理财和一些视频的拍摄 我还是坚持自己不接任何我不喜欢或不使用的品牌的推广 因为我的视频中间的思考和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远远大过这些小钱 同时探索不同的收入方式也让我意识到了 其实即便被开除或者说丢掉工作也没有那么的可怕 因为我们总能可以找到新的机会 通过其他的方式保证自己的收入 去维持自己生活的一个质量 这也会让我们在思考时和做决定时 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和承担风险的资本 在互联网时代呢我觉得赚钱其实它一直都不是一件难事 难的是我们如何可以通过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在练习成为一名顶尖高手的同时 还可以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收入 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 7月初我发布了自己第一期的Life is a Drug的付费课程 也看到了许多学员的开始行动开始改变 有视频有博客有原创音乐 我都会将他们的作品链接附在下面的评论中 希望大家也可以给到他们支持和成长的关注 我也会不断的优化迭代将课程一直做下去 但课程目前仍旧处于一个非常初期的阶段 为保证课程的质量我还是需要限制参与的人数 因为参与过的同学就知道 这不是一系列的视频课件你看完就可以的 而是需要你每天的付出思考分享 去和这个群组里面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一起行动一起进步 我提供的只是一个思考的引导和一个互帮互助的学习环境 第二期的课程呢也开放报名了限量为30人 目前还有少量的名额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评论的下方找到报名链接填写报名表 价格不变人为499学生价399 同样我也会在下方的评论转发中选择一位免费参与本次的课程 希望在课程中可以和大家相遇 because life is a drug love it leave it peace